任何人见到了我,就见到了法 17.心意是一个微妙的东西 尊者阿加曼常说 即使一个微信的干扰 也会成为它进步的障碍 18.所有的障碍都必须独自勇敢地面对 除了从经典上学到对峙的方法 不能指望有其他的结晶 19. 正法和烦恼是彼此相反的 一个尊崇正法的人必须对抗烦恼 不会自我屈服 然而服从烦恼的人 必然会违背正法 认为正法是令人苦恼的 剥夺它的乐趣 20.尊者阿加曼的指示 总是要求绝对的自我牺牲和勇气 因此 因此 接受它训练的比丘 如果它们会死亡 它们愿意尽最大的精进而死 如果它们活着 它们至少振得了少许程度的内淫和解脱而得到威解 它们将不必感受 世间诸有无尽的生死痛苦了 21.一个对法漫不经心的人 是绝不能蒙受法意的 他只能耍嘴皮子 而他对法的休息则是须有其表 22.一个人的心意之外 也无法 法的休息必须直接向着心意的开发和进化 法的道路就是心意开发的道路 认为法在一个人的身心之外 就是误解了法的真实性和根本性 23.因为这个事实 一个人的身心就是法的本身 他的善恶行为在法上产生了效应 所以感受着他的苦乐 24.借着心意 各种业行才得以执行 由于心意 他们的果报才得以积聚 这是自证无疑的真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五 心意 他感受着 业果的不乐 他产生得失 在喜乐和悲惨 境界中 轮回生死 因此 它是最重要的 所以 一个人 在现在和未来 都要用正确的方法 去对待 训练和守护 他自己的心意 二六 夜行 是在自己的 身与一三叶中 行善和行恶 就是自己 不断地造作因 并感受着 他们的果报 这个真理 这个真理是明白的 而且可以自证的 圆满生命波罗蜜 精进修行满人间 断除三毒诸烦恼 慈悲菩提大愿力 各位神明菩萨大家好 快乐从哪里来 关心别人 关心众生 那就快乐了 痛苦哪里来 只为自私想 自私 那就痛苦了 所以佛陀跟我们说 不要起贪 嗔 痴 三毒 不然有烦恼就会造业 就会受苦 那要怎么办 菩提心 慈悲心 痛心 以至三种心去圆满菩萨蜜 那你的生命就圆满了 愿生命电视台 祝大家生命圆满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生命运我 那我一定会看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虽然我们是在家人 不要被世间的这种快乐污染了 护身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摩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更多的人也和我们一同 来解释放生日日俗 一世纪心动 保护其他的生命 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 愿各位多多的开 生命电视台